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的标题叫做《竟然可以禁离谱》 我想讲几宗中国大陆的离谱事件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和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言归正传 第一宗大陆离谱新闻是关于大陆的慈善团体 8月13日大陆的网易和澎湃新闻也有报道 中国著名慈善机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简称中华儿幼会 他的河南团队负责人雷克竟然离谱 逼病患儿童的妈妈陪他上床才领取到善款 这件事一爆出连央视都有跟进报道 大家终于见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质持善事业是怎样的运作 澎湃新闻报道有受害的女性在网上爆料 就说这个雷军逼病患儿童的妈妈陪她上床 搞一次就给一次捐款 再搞多一次就给多一些 这个雷军就是中华儿幼会的儿童大病 紧急救助项目河南负责人 这个儿幼会其实是大机构 我查过他的网页 他们声称收过144万不捐款 囚集过59亿人民币 捐助过1000万名儿童 计划骗及31个省 慈善项目有150个 还说自己和国际慈善组织有联络 我不知道什么国际慈善组织 他们没有写什么国际慈善组织 可能和非洲、江国等慈善组织有关 我查过他们自己公布的支出 雷克负责的项目 20以色列5月份 支出是295万人民币 是支出最多的一个项目 雷克今年45岁 这件事一爆出 中共民政部已经派人 进驻了中华儿幼会 也抓了雷克 消息显示最少178名 病患儿童的妈妈为了捐款 和雷克上床 澎湃新闻报道 雷克同时负责筹款和捐款 撥不撥款给病患儿童 雷克有身杀大权 撥多少钱亦由他审批 又受害妈妈向网易爆料 说雷克利用病患儿童的妈妈等钱花 这个弱点逼他们就范 这个雷克甚至说不肯上床 善款就会一直拖一直拖 如果拖到小孩死了 还可以吞起钱 于是妈妈一心急就自然就范了 有妈妈说上床都不是最大问题 最难过的是他们和雷克上床 自己的子女就躺在房间的地下 又受害妈妈就自己上网留言 说自己都不是好人 为了子女上一次贫馆拿一张支票 又说这个世界有什么不是骚髒呢 这个受害妈妈似乎觉得 全世界一定要像中国大陆那样 要先上床后拿善款 另一个妈妈又在网上留言 说骚髒事算的是什么 没什么比子女的生命更重要 由此可见 这个雷克才能不断做出这些坏东西 某程度上就因为很多受害妈妈 都接受了这种得到捐款的方式 视为一种常态 觉得是应该的付出感 大家想想 如果人人都觉得这样做是太过离谱的 绝对绝对不能接受的话 这个雷克不可能 最少搞了178名病患儿童的妈妈 然后这样才被揭发 为什么这次雷克的坏东西会被揭发呢 因为其中有个妈妈的儿子就死了 这个妈妈才站出来爆料 终于揭露了这件事 各位大家就别说我想得坏了 这个雷克是负责囚款的 我估计这个雷克应该有找一些 相貌比较好的妈妈去陪一些捐款人上床 这样他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所谓善款 多些捐款籌务 我有理由相信大陆捐款的所谓善奖 都得雷克一样的特别服务 对于洗黑钱的人有什么好得 用捐款去洗黑钱呢 还可以得到性服务 优秀害妈妈表示上床都算了 最惨要随传随到 一个信息来到马上就要撲去宾馆 这才是最难受的 这件事一爆出 这个中华儿友会就表示 几个月前 雷克已经因为工作不积极被暂时停职 现在中华儿友会都不知道雷克那些坏东西的细节 所以没得评论 又说暂时实名举报的个案 还是太少 所以他们还没可以展开调查 不过原来这个儿友会在上年九月 就已经有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诈骗了机构过千万紧急救命金 当日舆论已经哗然了 不用一年又爆出雷克这件事 我敢说在大陆应该还有N那么多雷克 只不过做坏东西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同 总之在大陆你想脱贫脱困就要先脱负 这个情况一句说了 就是在大陆上至皇帝下至城管 权力都是没有任何制约的 只要有权就什么都可以了 根本完全没有任何独立的监察制度 整个国家制衡的机制完全没有 完全被中共完善了 有权力的人可以怎么做都可以 偶然有些坏东西曝光吗 交几个人头出来就算了 教下差就搞定了 之后一切照旧 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 总之拥有权力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大家看看中共八卡皇帝可以离谱成什么 大家应该记得 2021年年底中共提出 要整治补习班这类教育培训的产业 去到2022年年中 直接动手消灭整个教培行业 习近平相信有钱人可以补习 又可以学英文 这样对穷人不公平 另外这么多大陆人花钱学英文 最后将会影响他的政权 所以一夜之间消灭整个教培行业 八卡皇帝一个不经大佬的政策 最少导致几千亿的经济损失 甚至有人计算过上万亿人民币损失 都有可能 至于失业方面 保守估计最少造成一百万人失业 一百万人失业 为什么我说习近平这个决定不惊大佬呢? 因为两年多之后三年左右 中共似乎又想令这个教培行业死而复生 8月3日中共国务院发布 《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文件 那份文件提出了二十多项重点任务 其中最引人触目的是中共提出 推动社会培训机构向公众提供高质量服务 以及指导学校引进第三方机构提供非学科类优质量服务 各位 这两点内容很明显 就是为教培行业翻山做准备 之前推出所谓商减政策 手起倒落就快速消灭教培行业 大陆学生不用补习 不用学什么学物呢? 大陆学生自由了 穷的学生又不用怕输在起跑线 所谓起跑线和人生赛道 就被主席一个想法几句说话 几个月之间完全摧毁了 主席一个想法 过百万人突然失业 大家想想 多少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呢? 多少人的人生就这样逆转了呢? 现在不用三年时间 你中共又提出要发展教培行业 喂大佬玩吗? 神又是你鬼又是你 只是玩死十四亿 各位之前消灭教培行业 你就完全用高压手段 谈都没得谈的 话做就做 好了 现在不声不声 就低调反悔了 又说推动教培行业 这些统治作风 根本就是做事不经大佬 但是在大陆只能歌颂皇帝 所以这么离谱的事情 皇帝下面的奴才 可以包装到皇帝英明神武 大陆形容八级皇帝这次反悔 是大破大立 即是先打烂整个教培行业 然后再建立另一套新的教培行业 这样完全不同了 总之皇帝他就是聪明了 问题是如果大破大立 那么新的教培行业 是什么人去搞呢? 市场的预期 就是之前做过那些 新东方、海民教育这些公司去搞 所以这些公司的股票 这几天升到停板 原来就是大破大立 什么大破大立 即是一切照舊都是大破大立 总之皇帝下面的奴才 永远将皇帝的蠢事 就包装得很精美 那么为什么皇帝突然间 又将教培行业起死回生呢? 那就十分明确 是中国内部消费大萎缩了 今次就低调推动教培行业翻山 是由国务院公布 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那份文件提出的 这份文件的题目都写得清清楚楚 就是促进服务消费了 简单说 白卡皇帝当日消灭教培行业 没有想过影响经济 现在搞祸了荡摊 又当没有事发生过 还扮得很型地提出 发展教培行业 去促进服务消费 这个情况和清零闹剧 没有分别的 白卡皇帝当日坚决清零 全国上上下下 每天都验核酸 人人都试过被软禁 结果清零烂尾 皇帝来一个大逆转 十四亿人人还武肺 都不怕了 地方政府提出 英阳尽阳 你们快点病 快点病 快点病好 病完不死 快点开工 于是主席由清零帝 马上改帝号 改为随阳帝 随便人民变阳 清零闹剧后 在大陆清零两个字 成为禁忌词 人人不准说 没人说就是没发生过 现在教培行业翻山 完全是一样的 我相信白卡皇帝 在2021年 极速消灭教培行业 这段历史将会消失 将来教培行业 如果起飞 又是皇帝的功劳 总之有权力的人 可以任性 之前由清零变随阳 中共以为经济很快翻山 结果一直沉下去 现在又希望教培行业 又可以起死回生 有没有那么容易呢? 很难说 我不敢说一定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始终相信 补习这件事 而学好英文 将来润走都容易一些 所以相信 有条件的大陆人 仍然会热衷于补习 和学习外文 不过现在所谓有条件的人 亦大缩水 想回复昔日的风光 恐怕是很难的 OK 讲开清零 以下这宗新闻先得人惊 最近大陆很多地方 都进行不明原因肺炎应变演习 8月15日 大陆媒体第一财经就报道 中国大陆已经有10个省 在8月份进行了这种演习 原来这个演习 2月份已经开始了 到6月就不断加强 6月份 湖南、江苏、海南都有类似演习 去到7月 吉林、辽宁、湖南、山西、江苏、 四川、重庆、黑龙江、浙江 到介入演习行列 8月就有海南、广西、北京、甘肃等地展开这些演习 近期大陆网民开始讨论 说迟些又要每一天在喉咙上插香 那是什么呢?就是厌核酸 看来又要封城了 他们这么说 8月13日 甘肃张役的演习上 就出现五十多个大伯 8月4日 重庆的演习更加有三百六十个大伯衍 网民报道 郑州市的演习用了三十七万人民币 演习是由一间制作公司 负责提供剧本、演员和拍摄 相当明显 在中共高层有人提出要防范武肺再来 所以搞些演习 于是各地区就做一场好戏给中央看 我有理由相信 提出再次预防武肺的人 应该是主席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正常来说 现在大陆应该搞好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突然间又搞什么不明肺炎应变演习 只会换醒大陆人疫情的恐惧 大陆人一怕一恐惧 就更加不会消费不用钱 更加不结婚不生子 计正哪有人这么蠢 这个时候做这些事呢? 真是哪个提出这个建议出来 那人随时被主席骂死的 所以只有一个人提出这么笨的建议 而无事的 这个人是谁呢? 当然是八级皇帝主席他自己 能够提出这个建议 又马上得到全国做称响应的 只有主席一个人 所以说主席英明 主席好东西 各位你别以为主席什么什么恨 所以找些事来搞 未必的 你都不能排除主席 他真是有软健 能知过去未来的 谁可以保证 遲些不会再有COVID-25呢? 说不定遲些 美国选的总统出来 主席他不喜欢 而这个美国总统又说要对付中共的话呢? 这样COVID-25 就可能会重现地球了 到其时看你欧美国 还敢不敢说中国产能过剩呢? 到时你欧美国的工厂全部停产了 没有中国产品看你的洋人怎么生活 看看哪个生产口罩给你们 主席当年一上台 已经提出的了 说中国制造2025 我就没什么怕的 最怕主席说得出 做得到 真是中国制造2025 那就大件事了 COVID-25强势回归这么惨 现在主席先在自己的地头 好好演习一下 甚至研究解药 生产一定大量莲花清瘟先丹 便迟些再和美帝、欧帝、日帝 缺一死战 所以你就别说主席什么行 我也不敢低估主席的神力 最后这宗大陆离谱新闻 8月15日 大陆的阳光私募基金爆雷 基金里面12.52亿人民币 12.52亿人民币 被神秘人转走了 户口剩下8万6千元 这件事这两天惊动大陆 原来转走12亿要用四年时间 四年那么长 可以没有人发现到 2023年 这个阳光私募基金 还披露说有12.52亿的存款 去到7月3日 长江银行的statement就显示 存款只剩下8万6千元 友荣提出这样的情况 长安银行内部 一定有人配合出狡猾 这家长安银行就说 自己很冤枉 只是依照客户指示去做 大陆网民就说 银行没内鬼找鬼信 它对银行转几万元 都有诸多限制 转账上亿反而顺利 又真是大陆人现在银行转账 不一定每次都顺利 有大陆网民就说 整个中国都是进行金融诈骗 有网民就说 12亿偷得走 应该都不会留在大陆的 那些钱应该去了其他国家享受的了 总之一句说了 大陆人无论怎样防范 怎样小心都好 到头来都逃不出 被割韭菜这个命运 来到这里就是这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你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面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好希望大家继续去支持我们 拜拜